好 来 关心台风来袭 我们的记者在台东这边 掌握台风的最新动态 像是以温泉著名的金轮箱 现场情况又是如何 连线给记者林炫钧 炫钧 来 主播观众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台东县的金轮箱 那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场是下起了 间歇性的雨 是哦 不过这个雨其实是 周末不定的 刚刚其实还有放行的状况 不过我们 在我们来到金轮的路上呢 是狂风暴雨 整个雨刷 车子雨刷得开到最快 才能看清前风的道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呢 金轮其实是以温泉著名的一个乡镇 但是呢 其实可以看到 今天因为礼拜一 再加上台风的关系 整个大街上是空荡荡的哦 那其实呢 金轮的地理位置呢 它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在金轮西出海口的一个小城镇 那它呢 北部有山 等于是一个C字形的一个乡镇 北部有山 西部也有山 南部也有山 等于是三面都有山的状况 它只有吹海风的时候 才会感受到比较强劲的风雨 但是我们在来的时候呢 其实风雨很强 等于是说这个台风是越过了山头 直接打到了这个新轮镇里面来哦 也是看起来 这个风是相当的强劲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来的时候呢 也看到了一些民众 在准备发电机 要度过这次的台风夜 就怕这个晚上风墙雨漏呢 会有电线被吹断 出现停电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准备发电机来备妥 这个晚上的一些电力的情形哦 那以上也是我们在台东金轮 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还给 光队出播 燃烧热血放球魂 十场宣霸看东森